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今天要聊聊其实您该了解Nephys爱爱内涵光剧品 只做爱不恋爱的约炮文化 过年期间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 那在这个年节的过程之中呢 一定还是会有些空闲时间可以追剧 那这部算是最新上架的Nephys台剧 爱爱内涵光呢 我必须说他当初上架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议题想说 应该是走一个新三色的路线 但我就后续想说就给他一次机会 看个一两集好了 就发现说他比我想象中的好看非常多 而且剧本还蛮有深度的耶 那我们就先来简介一下这部剧 叫爱爱内涵光 他其实呢主打是结合心爱话题没错 但他其实更琢磨于爱情 还有家庭的这个算是轻松的喜剧 故事的主轴是围绕在邱家一家人 那因为他们邱家有爸妈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然后再往外有知嫌 所以算是个蛮前卫的华语轻松喜剧 他蛮聪明的是以那个 你知道性爱做包装 但其实他是个家庭剧 编剧必须说非常的用心 而且很细腻 主角群呢有柯震东 詹子轩 詹子轩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算是个新生代的女演员 还有夏宇乔 马志祥 乌建和 林哲西 苗可丽 宏多拉斯 那其实这几个演员里面 他们就有分队 就是会有不同的直线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 男女主角的部分是柯震东 跟詹子轩 詹子轩呢 他在里面是演他们这个邱家的小妹 他的本业是 就是蜜蜡除毛时 然后自己有在做自媒体 是个网红 主要在讲一些性爱相关 跟感情相关 他自称是爱老师 然后信奉 只做爱不恋爱的性爱分离原则 那他遇上了男主角 叫做周平克 是由柯震东所饰演的一个 富二代 但是他就是不用工作 那两个人激荡出了火花呢 就让无数的社群平台里面的男男女女 一直在说 天哪 这部戏真的不能够一个人看 看了会很想要爱爱 然后看了之后 就会对柯震东 然后充满了性幻想 所以很多女生 就是在Thread上面 就是在讲说 怎样跟柯震东可以有创戏 是不是要应征演员 然后最近他们这部戏 我觉得很聪明 柯震东跟林哲西啊 就到处的 就是巡逻 然后你有tag他 或是你有提到他 他都去下面留言 所以大家被留言到就会很开心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这部剧在社群平台上面 讨论度非常高 我也是因为这样才给他机会看 我本来觉得说 应该是偏一个比较 新三色的一个剧情 但我后来看了之后 我发现说 他的深度跟他的演技的部分 很值得一看 那约炮文化的部分呢 其实他讲的这个论点 就是其实已经是在年轻人的世代里面 蛮常见的 只是要把这个题材搬上 算是小萤幕上面去播 然后你要怎样把它操作得 不会过头 然后又可以吸引到不同年龄层的 想要去了解这样的文化 虽然我觉得年轻世代可能觉得 这没什么啊 就是本来就很合理啊 他们对他们来说 可能月炮 或者是所谓的找床办 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太 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对于一些不同年龄层来说 他们就会想要好奇说 而且他年轻人 他们的恋爱观为何 那必须说 柯震东这个角色 他选角非常的好 这部片应该是 他自己本身也有参与合作 因为我看到他后面 跑马灯上面 有他们自己公司的 算是赞助合作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他 算是有出钱有出力吧 那他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非常贴合 虽然他那个眉毛 就是然后被剃了两道 大家就是对他评价蛮良极的 但他演这个角色 跟他展现出来的那个 那情色 然后皮样 坏坏男 大家都觉得说 你真的是恰如其分 那詹子轩的部分呢 因为他毕竟是新人 那大家也对他为之一亮 他超级瘦 身材比例非常好 脸很小 然后又很有灵气 大家觉得说 哇他演这个角色 也算是蛮突破的 第一次担任女主角 就演这么尺度大的 然后又有蛮有挑战性的 对他蛮另眼相看的 就是他没有被柯震东给吃掉 因为柯震东一直以来 他的演技 就是走一个很自然的 那个路线 就是你会觉得 他根本就没在演 就演他自己 但其实他的演技 是备受肯定的 那詹子轩 虽然是新人 但他在这部戏的 对戏的过程之中 你觉得他完全没有 被柯震东给压过 甚至在跟其他资深演员 对戏的时候 你也发现说 他的气势 或各方面台词的部分 处理也都蛮好的 那在这一对 乐炮文化的 柯震东跟 詹子轩的 那感情线里面 又有所谓的 凤小月跟何浩晨 就是担任情敌的角色 那凤小月是演一个 他就是难忘的初恋情人 何浩晨是演他 另外一个乐炮对象 那大家也都在 比较他们的身材 说哇 詹子轩可真是吃很好 很多女生很羡慕他 说天哪可以跟这几个人 在戏剧上有交流 而且那尺度都有够大 都有 然后所谓的床戏 就觉得他还很厉害了 那第二个阶段 是在讲说 顶克族的部分 就是讲 夏宇乔跟马志祥 他们两个算是 爱情长跑多年 这一个支线呢 他的题材是在于说 是食神烈 两个人 一个是教授 一个是他的学生 后来 毕业之后就交往 然后结婚 然后双方 就是结婚之后 也说好不生小孩 所以就是顶克族 但是因为爱情长跑多年 有点失去那个激情 那由夏宇乔所 饰演的这个 邱家的大姐叫邱薇 他原本的工作是 读书馆的行政柜台 那他其实一直想要 当小说家 也写了很久 但一直没有 写出一本书来 那在这中间的过程之中 因为他的老公 就是坚持不想生小孩 他自己原本也是觉得说 也不想生 但就是因为他的妈妈 就是由苗可丽 所饰演的这个妈妈 一直在告诫他 或是你知道 不停地追杀他 说你不生小孩 你老公之后一定会跑走 然后或是你都几岁了 还不生小孩 就跟台湾很多 传统的妈妈很像 那一方面他又因为 这个小孩子的课题 加上因为爱情 那恋爱久了 就是会有点淡掉 双方就双方就变成无性的夫妻 女方其实是有信誉的 也有需求 但是他男方 就感觉是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双方都是各自的解决生理需求 那其实这个夏雨桥 所饰演的这个邱薇 他其实在过程之中 一直在怀疑说 老公是不是在外面 跟他的学生有一腿 因为毕竟 他们当年就是因为失神恋 所以在一起结婚 他就觉得说 这个有一个学生 对他的劳工特别的友好乐情 这个学生是由王于轩 所饰演的安妮 安妮呢 其实是非常的 想要勾引这个教授 但是这个教授嘛 自想呢 他完全就是 哇自己就是 谨守奋机 完全没有让他就是得逞 那这一对也是蛮好看 在于说 你可以看到说 真的是爱情长跑多年 或是进入婚姻状况之后 对于那个心上面 可能就比较看淡 然后双方也比较 对这件事情 没有这么激情的时候 到底该如何 抓回那个爱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对 是比较现实层面的演出 那在下一对呢 就是关于 乌建和跟林哲希 所试验的同志情侣 其实这一对 就是算是 这一部戏里面 最煽情的一对 林哲希呢 他对外都说 他是上班族 都骗他家人 说他每天要上班 那他其实每天都去地下 就是那种赌博厂 去赌博 那他身上有很多的钱 但这个乌建和 他其实是个八加九 那他其实是地下的 赌庄的老板 两个人会因为一些 就是赌债啊 或是追债的问题 后来两个人 却有莫名其妙的 都在一起 就是非常特别的 一个设定 那这两个人 就就是到处 都是他们的泡房 就是在各式各样 你想象不到的场合 他们就突然来一发 所以很多观众 都会被吓到 就是被他们两个的尺度 跟林哲熙 跟吴建和的演技 非常的惊艳 尤其是林哲熙 因为这部片 他那里面的造型 或他整个角色的气质吧 就是吸引无数的女粉丝 跟男粉丝 都觉得说 他很可爱 很帅 这样 那也因为这部戏 所以他到处有的海巡 大家 大家有点tick他 他就会在下面留言 他算是李长博 像在Threads上面 他每天都在海巡 各个留言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那他这一对 其实有个情敌 叫做龙承翰 龙承翰讲名字 大家可能会比较没印象 那其实 他是个知名的演员 然后他也是 娃娃魏如轩的 算是前夫 那他会出现 我也蛮意外 因为你看蛮久没看到 他有戏剧作品 他在这部片是演 林哲熙的前男友 那第一场戏 就是第一幕 就是他们两个在上床 大家也是会很震惊 想说哇 尺度真是大 但其实 你被第一集那个震撼教育过之后 就发现说 他其实剧情是写得蛮好的 编剧是蛮用心的 那最后 就是在于老夫老妻的部分 就是 邱家的大家长 苗可丽跟洪都拉斯 两个人饰演夫妻 那他们这一对的冲突点呢 就是洪都拉斯所饰演的 这个爸爸呢 他在除夕夜的前戏 也就是在他们两个的结婚 33周年的纪念日的当天 老公竟然自己在房间里面看A片 然后打手枪 结果他的蓝牙 因为连到了他老婆 那边在念佛经的 那个蓝牙播放器上面 就发现说 他老婆就开门看到说 他竟然自己结婚 纪念日躲在房间打手枪 然后他老婆就一气之下 跟他大吵特吵 那画面就开始怀疑出 他是不是外面有小三啊 然后的确也有出现 类似 王宇杰这样情敌的出现 然后这故事现在也是蛮有趣 但我必须说这整部剧里面呢 我最欣赏的角色 就是苗可莉这个角色 就是他这个妈妈角色呢 就是要对待他的子女 又要对自己的丈夫 同时对自己也会有很多的质疑 然后也遇到很多的困境 他把那个台湾女性的那个唠叨 很烦腻固执偏执 然后又有很多的刻板印象 全部演得丝丝入口 尤其他在骂他小孩子 跟他老公吵架的那些段落 你就觉得说天哪 他的演技到底怎么可以这么会骂人 就是觉得说非常好看 尤其他的片段都被剪成很多的shorts 或者很多影音平台 都会把它特别的截录出来 然后就感觉 尤其在现在年节期间 因为他剧中也是刚好过年 所以大家看就觉得 哇特别的硬情 很符合现在的时空背景 就对了 就觉得说看得很有感 那我个人觉得 苗可丽可能会因为这部片 而拿到最佳女配角 就是在镜中奖的部分 很厉害演技很棒 那这部剧呢 还有请了很多的网红 YouTuber来协助 像是百灵果的凯莉 在里面是演他自己 就是深夜凯莉秀的一个主持人 然后再跟女主角 探讨性爱和一 跟性爱分离的观点 然后其实他这个段落出现 其实是有点 感觉是刻意安排进去的 那主要就是在聊说 性爱到底是合一 还是应该要分离 就是两派都有 自己的坚定的守护者 那你可以听听看 他们的看法 那也提到 关于爱无能这件事情 但女主角其实就是 自己背负 很多情感上面的纠结 所以才会衍生出 他会觉得说 性爱就是可以分离 但其实就是在他们两个的责问之中 你可以听得出来 其实他最后面 自己也被问傻了 自己很像也 就是解释不下去 另外还有YouTuber 美丽本人也有 参演里面当副产科医生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那整部剧呢 我个人觉得 只有短短的八集 而且他其实篇幅 剪掉前面后面的一些 什么预告 什么之类的 其实没比才三四十分钟 很短 你八集真的是 一天拼完 就很快就可以看完 而且很顺 里面基本上没什么托你带水的剧情设定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的鲜明 尤其是他选角选得很不错 就这几个演员搭在一起很有那个火花感 那也算是近期 我看到台剧里面蛮有趣的题材 然后虽然他主打一个性相关的议题 但是其实他的内容并不是这么的情色 但是在过年期间 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跟家人一起看 你可能就是自己夜深冷静的时候 自己默默地看 或是跟你自己同辈的人一起看就好 因为他还是有大量的床戏 还有裸露的戏份 所以跟家长一起看也是蛮尴尬的 那桌面呢 我要推荐一个算是各大夜市都出现的美食 就是胡椒饼 那今天介绍的是 劳河街福州市祖胡椒饼 那他的地点是在士林夜市的分店 它是位于大南路的49号 这间店他的本店是在劳河街 那其实他的做法就是一般那种胡椒饼的做法 那因为我那天去刚好说他们刚开店 就看他从擀面团包肉跟包那个泥面的葱啊 这样怎么裹在一起 然后放到翁里面去烤 真的是在我面前慢慢地做给我 看他所有的步骤 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开店 那拿到手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真的非常的烫 咬下去里面那个肉汁跟那个葱花 搭配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饼皮也不会过厚 就是非常用心的小点心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呢 就是久久经过 你就觉得好想吃 我觉得特别的怀念这种好滋味 尤其是这一间 他的肥肉跟瘦肉的比例非常的均衡 可能不会一口咬一下 都是瘦肉或是都是肥肉 那我个人觉得是蛮好吃的 再次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心中多发现多有趣的及时新闻 还有根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咯